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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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早晴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学习一座很好吃 用料也很简单的 知识番薯球 我们今天需要的材料是大约200克的番薯 我们先削了皮 然后蒸熟它 趁热的时候我们要来压烂 我们大约要加150克的糖 你们可以用黄糖或者是你们可以用白糖都没有问题 趁热的时候我们先压烂我们的番薯 我们用叉子把番薯压烂 再加入砂糖搅拌过后 接下来我们要加这个木薯粉 加这个木薯粉的效果呢 会让这个番薯球等一下吃起来就有QQ的感觉很好吃 就是木薯粉我们要大概100克 然后我们就把它用手来搓成一个番薯的面团 因为每一种不同的番薯的吸水性不同 如果你们觉得番薯这个面团揉起来它还是散散的 你们可以加一点水 但是不要一次过加很多 加了一些水 再用手去揉它 我们把番薯的面团大概要搓到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拔出来试试看 如果我们揉腾一个球的时候 没有看到它有裂痕 就证明我们的面团已经是准备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 接下来这个材料 我们要用的是Mozzarella Cheese 然后就是我们用来做Pizza上面那一层的 那个Pizza Cheese 你们可以去买像这样子的一条条状的 然后你就把它切成这样子一粒一粒 这样就很努力我们包装 如果不然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去买这样子的Pizza Cheese shredded的 就是血碎了的这些Pizza Cheese 包进去也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开始包 包好的芝士番薯球 现在我们要拿去油锅里面炸 我们先热油锅 然后放入油 待油温大概160-170度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小心的放入芝士番薯球 小朋友这个动作一定是要由大人来进行啊 OK 我们已经做好了 也冷却了 我们现在是很重要的时候 就是要试吃 可是 可是这么多的番薯球 我不可能一个人独食的 你看老师的身材就懂咯 我一定要找人来帮我分享 一起 要飞就一起飞 OK 我先请我的女儿 阿杰 再请我的儿子 君彦 OK 我们先坐过去 我们来试这个 油炸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试试 吃 肉 成功 说了 拍照给老师看 去老师吃 拜拜